高雄新兴区中正四路的某一间饭店 今天清晨五点多 传出有人持枪闹事 惊动了警方道场 原来是一名灵性男子 稍早前从台北南下出差住宿 当下一次喝醉酒了 先拿着面火气乱喷 再谎报说有人持枪闹事 远警货报道场不敢大意 手持着盾牌防护道场 这才知道呢 虚警力场 尽管饭店不追究 不过男子的谎报行为已经处罚 饭店走廊上只见一名男子 缓缓走向灭火气 随后一针乱喷 拔起叉销 手拿灭火气喷罐 抽地上喷洒干粉 看似大摇大摆离开 但闹剧可还没结束 贺枪实弹 警方手持盾牌 原来男子打电话 谎称有人持枪 远警不敢大意 只是来到饭店走廊 简直傻眼 只见地上全是灭火气干粉 一脚踩下还能留下脚印 原来男子疑似喝醉酒 还打给警察 谎报纠纷 饭店业者尽管不清楚 但语气透露无奈 有人喷灭火气喷 头脚吧 喝酒回来 不然会去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事发在四号清晨五点多 高雄新兴区中正四路 某间饭店 原来证明灵性男子 从台北南下出差 少早前疑似跟同事聚餐喝醉酒 这才拿饭店内的灭火气狂喷 再报警谎称 说有人持枪闹事 警方全副武装到场 最后顺利在楼梯间 找到闹事间谎报的男子 调阅监视器与报案记录 确认是住在该名饭店一名住客 因为酒醉 随意谎报案件 低着头 男子恐怕是酒醒了 也规规配合 只是几倍黄汤下渡 男子在饭店内大搞破坏 尽管业者不追究 但他打电话谎报 已经触发 现在也遭送伴为自己失控行径 负起责任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